要当孝顺 即观金之 孝养父母 鉴于笔金三夫之手 乃三世祝福 敬业振阴之业也 在这一品的开端 念老 就引用了 观无量寿金 敬业三夫 这个三条 是一句 世尊告诉我们 那是三世祝福 敬业振阴 三世是将过去 现在未来 换一句话 一切菩萨修行成佛 这个三条 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学习佛法 经历很长的时间 有人记你 有人记十年 得不到修学的效果 于是 对修学佛法了 怀疑了 中悔了 退心了 自古以来 这都常常见到 不足以为奇了 为什么 会与这个现象产生 对静业三夫 了解得不够透彻 没有真正能够修学 所以 学佛的人多 成就的人少 那么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三条是多重要 静宗学会 当年 刚成立的时候 这二十多年的事情 我们跟同学们 定了 日常修学的过程 只有五个科目 越简单 越好奇 第一个科目 就是静与三夫 不仅仅 是修净土 最高的指导原则 可以说 所有大乘法门 都不能违背 都不能离开 你说这个三条 是多么重要 违背这三条 决定不能成就 而这第一条 确确实实 就是落实在 如无事道的三个根 笑阳父 怎么做法 只要你能够把 弟子规做到了 弟子规不是念的 不是讲的 字字句句 都要落实在 日常生活当中 它才管用 这是根本的根本 唐朝中业以后 在中国 佛教里面的 祖师大德 他们放弃 小城的学习 圣堂的时代 小城有两个宗派 居瀉宗 跟臣氏宗 只要是学佛 小城不能不学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佛子 不先学小城 后学大臣 佛说说 非佛弟子 佛不承认 你略等 小学没有念 去念大学了 哪有这种道理 那么唐朝中业之后 祖师大德放弃 小城 那怎么办 他们用乳 用道 代替 小城 行不行 通过这一千多年的实验 行 效果卓著 这一千多年来 佛门里面 无论 无论哪个宗派 都有很好的 陈级 表现 说明 儒根道 确实可以代替 小城 儒道 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 我们学起了 格外的亲切 所以儒家 我们就采取 弟子规 道家 我们采取 太上感应品 去落实 雌心不杀 儒家的弟子规 落实 孝养父母 奉死 四当 孝亲 尊死 有这样的基础 后面 修十善业 就不难了 所以 今夜三福 头一条 四句 里面就是讲的 儒是道的三个根 如果这三个根 没有学好 学佛 当然 有问题 所以佛 不承认 你是弟子 我们 受了三规 拿了规一症 没用处 佛不承认 如果你真学 真的把儒师道 三个根 砸好了 没有做 皈依的一事 佛菩萨 还是承认你 你是他的真弟子 不是假的 佛法 重圣智 不重行事 这个三规 五界 这是行事 不是很重要的 重要是你真正肯干了 你真学 这比什么都重要 孝养父母 这一句 或者说是 试图世界发的 大根大本 哪有不孝父母的人 会有成就 他能够做佛 能够做菩萨 没这个道理 哪有不孝父母的人 能够成为世间的 圣人 闲人 君子 没有啊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没看到一个 今天的人 把孝养父母 说好 不孝父母 不敬事长 他修学 事出世间法 都不会有成就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你要问为什么 因为 孝亲真思 是信的 事出世间的 是从自信里面 流出来 不是信德了 跟他不相应 他不是世间 某一种学术 今天世间的学术 他们所求的 是知识 不孝父母 不尽事增长 学知识 可以学到 智慧 不行啊 他没有真智慧 没有真智慧 换一句话说 他没有真正的福报 他在社会上 有很高的地位 有很大的财富 但是他的人生不快乐 他的人生没有幸福 这是我们同学们 你只要细心去观察 你都看到 都在眼前了